苏逢吉的刑罚之众历史罕见 他规定凡是百姓有小偷小摸的 就杀其全家,灭其九族 甚至可以株连到邻居和全村的村民 好多地方的村中百姓险些被杀光 大家好,我是妮可感性K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谜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咱当 以后有精彩影片就不会再错过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吧 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项了 这边我放一张图,大家看一下 图里面有个城墙 这个城墙也叫城郭 这个城郭代表的就是姓氏郭 那上面的鸟也叫雀儿 那大家知道这个郭威的小名就叫郭雀儿 城郭前面有很多水 这个水代表是汗水 岸指的就是刘之远建立的后汗 那别的麻雀都在汗水上飞 暗喻很多将领带兵北上 只有郭威一个人借着攻打契丹之名 返回京城做了皇帝建立了后洲 这个趁约汗水节,雀高飞 飞来飞去何所指 高山不及以城郭堤 那这里面的汗水节呢 说的就是刘之远建立了后汗 没两年就病死了 他的儿子刘成又继位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引帝 那郑局动荡 最后被郭威兵变所灭 那雀高飞 飞来飞去何所指 高山不及成郭堤 说的就是郭威的小名叫雀儿 飞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这个百个雀儿水上飞 99个过山西指的就是历史上很多将领 带兵北上越过黄河 在太行山以西抗击汽丹 唯有一个踏破族高期独自李毛一 说的就是郭威 这个只有郭威一个人呢 借着攻打汽丹之名 起兵造反 并且黄袍加身 打回京城做了皇帝 指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那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 上一集的推背图呢 我们聊到了石敬堂建立了后晋 但是后晋呢 被契丹给灭亡了 那刘之远呢 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汉 他在位期间呢 任用贤明 深受部下和百姓的欢迎 但是他当了没有一年的皇帝呢 就因病去世了 留下了他的儿子尹帝继位 那祸患呢 也由此而生啊 那后汉尹帝呢 叫刘承佑 刚刚继位不久 就重用库立苏逢吉 搞得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苏逢吉的刑罚之众呢 历史罕见 他规定啊 凡是百姓有小偷小摸的 就杀其全家 灭其九族 甚至可以诸连到邻居和全村的村民 结果这条律法一出 好多地方的村中百姓险些被杀光 天下动荡不安 刘承佑的母亲告诫他 你这样干下去迟早会出乱的 但是尹帝不听劝告 任由苏逢吉为所欲为 为了使政令实施更加顺利 他们便谋划 把有能力对抗朝廷的将军 统统杀光 那这其中呢 就包括正领兵在外的大将郭威 由于郭威不在京城啊 杀他的行动呢 无法得逞 尹帝便命人将郭威留在京城的妻儿老小 满门抄斩 捧兵在外的郭威 闻之此讯异常愤怒 随即矛头对准京师 誓言要抱着血海深仇 那这件事情呢 本来还有挽回的余地啊 那郭威率兵攻打回来 尹帝的母亲呢 也是怒不可遏 破口大骂尹帝 并想尽可能呢 化解这件事 但是尹帝却还不知悔改 仍然听信小人谗言 意图与郭威拼死沙场 随即打开城门迎战郭威军队 没两下便被灭了 那尹帝本人呢 也死于乱军之中 年仅二十岁 消灭尹帝之后 郭威率兵入城 进攻拜见太后 并向其请罪 那可见郭威其人呢 非常忠职啊 然后呢 郭威请李太后临朝听政 并力见刘之远的侄子 刘云为敌 但不巧的是 此时恰逢契丹入侵 郭威就又踏上了 保家卫国的征途 那就在离开京城不久呢 到达禅州的时候 大军突然停滞不前 并且大声喧哗 那赵匡印和郭威的侄子 柴蓉等等大将 从人群之中冲了出来 将一面军旗撕扯下来 披在了郭威的身上 并高呼 如今我等攻陷京师 如果再奉刘氏为主 那我们留在京城的亲人的性命 谁还能保 那请将军为大家着想 那在众将士的拥立之下呢 郭威自立为帝 建立后州 而刘之远的侄子 刘云呢 听说郭威要立自己为帝 那这个时候呢 正快马加鞭的赶往京师啊 人到半路呢 就被郭威的部下给杀了 那厚汉的残余势力呢 逃亡了北方 建立了北汉 郭威死后呢 他的侄子柴蓉继位啊 那在柴蓉的南征北战下 中原地区呢 逐渐归顺于后州啊 那这一项呢 聊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第十四项 大家先看这张图啊 那这张图呢 是一堆干枯的树枝 那中间呢 只有一根树枝 长了嫩叶发芽了啊 干枯的树枝呢 象征着周世中柴蓉 因为柴呢 就有干枯树枝的意思啊 枝头心生的嫩芽 则表明了柴蓉在位期间呢 颇有作为 让五代十国的黑暗局面 露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我们看一下 称曰 李树得根牙 石榴漫放花 说的就是五代呢 一共经历了李姓 石姓 刘姓 三个姓氏 所建立的政权 那前面这个推背图 我们有提到啊 这个李呢 代表的就是李存旭 所建的后唐 石呢 代表了石敬唐 建立的后晋 石榴的刘呢 跟这个姓刘的刘呢 是同音 它代表的是刘之远 建立的后汉 那这个枯木冯春指一顺 这是一个双关语啊 这个枯木指的就是柴 冯春呢 指的就是欣欣向荣的荣 那合起来呢 就是柴蓉 指一顺呢 说明柴蓉很有魄理 使得国家逐渐走上正轨 但是这种情况呢 没有持续多久 他就病逝了 让他天下敬荣华 指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呢 各地藩镇首领 争雄称霸 敬香追求荣华富贵 纷纷称王称帝啊 那下面看宋曰 金木水火土以终 指的就是五行流转 来表示五个朝代相继出现 又相继灭亡 那十三童子五王公 就是说这个朝代啊 一共有十三个人做了皇帝 其中五位是开国君主 童子的意思是 他们在位时间都很短啊 那英明重建太平日 指的是人民终于迎来了 盛德贤明的君主 那太平日子呢 就要来了 五十三餐运不通 指的是五代一共经历了53年 但是因为时运不通 所以战乱不断 那这一项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故事呢 这一项的主人公呢 就是柴蓉 他是五代的最后一位皇帝 他生于乱世 小时候呢 父母相继去世啊 他被他的孤父郭威 就我们上一话提到那个郭威啊 收为了养子啊 那在郭威的培养下呢 柴蓉成为了文武兼备的人才 那郭威病逝后 因为身后没有子嗣 那柴蓉就以侄子的身份做了皇帝 那在柴蓉之前呢 天下已经动荡了53年 经历了五个朝代 先后有13个人做了皇帝 那柴蓉刚刚继位 就遇到了北汉勾结契丹入侵 他亲自率兵出征 击溃了北汉 之后呢 他又征讨巴蜀南唐 后周疆域呢 逐渐扩大 国力逐渐强盛啊 那没过几年呢 北汉联合契丹再次来返 周蓉再次亲征 再次大获全胜 收复了三周十七线 后周威势大振 这次大胜呢 使得柴蓉信心倍增 准备乘胜追击 一举将之前割让给契丹的幽州 收复回来 但是呢 天宫不作美 柴蓉突然得了疾病 不得不班师回朝 不久呢 就病逝了 这个柴蓉呢 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在位期间呢 任贤用能 改革励志 整治贪腐 社会的管理呢 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他还尽量的免除科捐杂税 使老百姓呢 也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在历史上柴蓉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军 他不仅精明强干 而且处事谨慎 虚心纳贱 势必攻亲啊 那可能呢 也正是因为这种 世事巨细的性格呢 成为耗尽其心力的最大杀手 让他年纪轻轻呢 就去世了 没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当时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以十年开拓天下 十年养百姓 十年治太平 他有这样一个政治理想 但很可惜啊 以他的才能呢 如果老天给他足够的寿命的话 应该是能做到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第十五项啊 十五项呢 是五代十国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个终结 那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图里面呢 有一个小孩 手里拿了一个扫把 他要杆树上的这个蜜蜂 那这个小孩是谁呢 这个小孩啊 就是宋太祖赵匡义 他的乳名啊 就叫香海尔 他拿扫柱驱赶蜜蜂这个行为呢 就是暗指的 他要扫除群雄啊 是这样一个行为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衬曰 天有日月 地有山川 说的就是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包括地上的山峰和江河呢 都要遵从宇宙的规律 周而复始的运转 那以此来暗喻 社会的历史演变呢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跟天象是相互呼应的 那海内纷纷 父后子前 说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 中原地区战乱纷纷 大家看一下这个宋曰 战事中原气味修 说的就是五代十国 地方割据战乱贫乏 几人高枕握金戈 说的就是在战乱年代 没有人能过上安稳生 那环中自有真天子 扫尽群妖见日头 说的就是在这茫茫宇宙之中 自然会有真命天子 下凡来解救战局 而一旦真命天子降临呢 历史就会重见天日 各地的乱局呢 也终会得到平定 那这一项背后的历史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个唐朝亡国以后呢 各地藩镇节度史 纷纷自立 形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 长达53年 各地军阀连年混战 先后建立了五个政权 也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那五个朝代 分别是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和后周 那同一时期的南方呢 也出现了一些小政权 像吴越 南唐 南汉 南平 吴 敏 楚 前属 后属 包括北方我们提到的那个北汉 所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十国 那这一时期呢 被通称为五代十国 那公元957年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后周世中才荣啊 他征讨南唐 李景大败 将长江以北割让给了后周 那他自己呢 也去掉了帝号啊 向后周称臣 那961年呢 李景的儿子李玉继位 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唐后主 那他才华横溢善于诗词 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呢 却是乏善可陈 973年 北宋赵匡印召见李玉啊 遇使其归降 被李玉拒绝 北宋随之出兵攻打南唐 两年以后南唐灭亡 李玉被俘 那我们最后呢 就在这个南唐后主的这个著名诗词中啊 结束我们今天的推背 还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词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 第一首叫于美人 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刁兰玉气应犹在 只是朱眼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那第二首呢 也非常快智人口啊 就叫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沟 寂寞无同身怨 索清秋 剪不断 礼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 在心头 李玉这个人啊 治国无方 但是诗词写的还是不错 那这一期的推背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